咦,前两天晚上,闺蜜小敏打电话给我,说她今天差点把儿子给弄丢了,听她这句话,我吓了一大跳,赶紧问她是怎么回事。 原来,小敏四岁的儿子萱萱,当让着要买玩具,她就带着萱萱去了超市,到了玩具区,萱萱就被各种玩具吸引住了,目不转睛的看得入神。 这个时候,小敏想到平时经常跟萱萱强调的安全知识,想着趁这个机会考验一下她,于是小敏悄悄的走到货架旁边。 小敏探出头去看萱萱,萱萱还在继续盯着玩具,一会儿小敏的电话响了,她一看号码是单位领导,赶紧接起电话来。 刚开始,小敏一边接电话,一边喊瞄着萱萱,可是当小敏低头在手机里翻数据的时候,一个愣神在抬头,却发现萱萱已经不在原地了。 小敏价得立马笨过去找萱萱,可是找了两三排货架,都没有看到萱萱的身影,小敏感觉自己两腿发软,呼吸都不顺畅了。 超市里这么多人来来往往,儿子会不会被人带走了? 小敏吓得直奔广播台,却看到萱萱正站在一个穿超市工作人员身边哭呢。 小敏跑过去抱着萱萱,萱萱哭着问她,妈妈,你去哪儿了?我看不到你好害怕。 小敏不停地跟儿子道歉,说,是妈妈不好,是妈妈不好。 我跟小敏说,你想让孩子记得你教过的安全知识没有错,但是你忘记了萱萱才四岁,看不到妈妈的恐惧会让她根本不会记得你说过的话。 二,在第二季不可思议的妈妈最新一切节目中,节目组把五个孩子分成两组,分别在家里和商畅进行了安全测试。 和姐家三周最多的儿子七宝和蔡绍分家一个七周最多,一个五周最多的两个女儿被安排在家里,进行家庭安全测试。 两位妈妈临出门前,千顶宁外嘱咐谁来敲门都不要开,七宝一边话话一边心不在焉,两个女孩似乎也没有认真听妈妈的话。 节目组找来一个漂亮姐姐,带着很多玩具来敲门,七宝是毫不犹豫直接开了门。 不但收下玩具还跟姐姐聊得很开心,甚至在姐姐提出要拿走妈妈的东西的时候,她只是护着自己的玩具和零食。 最后在姐姐想把送给她的东西抢回来的时候,她终于崩溃大哭。 而蔡绍分的两个女儿表现一直很好,漂亮姐姐来敲门,她们只是开了个门缝,安全锁一直没有打开。 漂亮姐姐费尽口舌,无论是用玩具和漂亮裙子诱惑,还是套近户说是妈妈的朋友,姐妹俩坚决不开门,最后直接关上门不搭理。 同样的漂亮姐姐,同样的诱惑手段,结果如此大相信情,原因不是妈妈没有告诉她们,不能给陌生人开门,而是因为不同年龄端的孩子,安全意识强弱不同。 三,而另一组里,胡可家三周最多的儿子小鱼儿,和素人池亚林家五周最多的儿子一来,被妈妈们一起带到了一家大型商场里,进行互外安全测试。 趁着小鱼儿抓住的抓娃娃,胡可告诉她再要在原地等妈妈,然后上楼观察小鱼儿,玩了一会儿小鱼儿才发现妈妈不见了。 漂亮姐姐拿着玩具走近小鱼儿,关心小鱼儿为什么会哭,并且主动送玩具给她。 小鱼儿立马对漂亮姐姐产生了信任,后来,小鱼儿居然主动提出,那你陪我去找妈妈,然后跟着漂亮姐姐就走了,完全忘记了妈妈说过的让她在原地等妈妈的话。 迟亚林带着一来在一家店里给妹妹选裙子,迟亚林借口说,谁忘记拿了,将一来在这里等着她,她一会儿就回来。 节目组安排了一对外国父子俩来接近一来,这让迟亚林很担心,因为她知道一来喜欢小朋友,并且喜欢跟说英语的人交流。 但是,无论这对父子如何搭讪,一来始终一言不发,即使小弟弟来拉她,她也没有回应,宁愿绕着柜台不停地跑,也不跟他们讲话。 这一组的测试同样表明,三周最多的小鱼儿,已经只想知道妈妈,完全忘记妈妈跟她强调的话,而五周最多的一来,就能很好地记住妈妈的话。 从这两组测试最终效果来看,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的最佳年龄应该是五周岁,对于五周岁以下的孩子,见父母说破嘴皮子,孩子都有可能忘得一干二净。 四,孩子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特征,父母应该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智发展的特点,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,才能助力孩子更好地成长。 针对五周岁以下的孩子,逐渐交给安全知识,但是不能放手。 孩子从出生到两周岁这段时间里,需要父母寸步不离地照顾,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生存能力,离开了父母很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。 等孩子两周岁以后,自主意识逐渐蒙发,他们开始想要探究更大的世界,父母就要着手交给孩子一些安全知识。 比如不能玩火,不能碰电,不要爬高,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要不能吃,不要跟陌生人走等。 让孩子初步建立起安全意识,父母可以跟孩子一起共读我不跟你走,我会保护我自己的安全教育绘本。 通过绘本故事让孩子懂得安全的重要。 孙瑞雪在爱与自由中说,儿童内在有一个精神胚胎,这个精神胚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,帮助他认识世界。 这种特殊的能力就叫敏感期,儿童整个的生命状态,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敏感期组成的。 5岁以下的孩子处于安全敏感期内,他们只想让自己感觉到安全,却不会明白漂亮姐姐有可能是坏人。 父母千万不要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。 针对5周岁以上的孩子,在实战中锻炼孩子的安全防范能力,节目中能够记住妈妈的话,并且做得较好的孩子,年龄都超过5周岁了。 他们能够明白听妈妈的话的重要性。 我儿子6周岁多的时候,有一回我跟他两人在家,快递员给我打电话说,小区保安不让他进小区,让我去小区门口拿快递。 我招呼儿子跟我一起去,他却沉浸在那高岸距离,说不想跟我一起去。 我说那你一个人在家,谁来都不要开门,只有听到妈妈的声音才能开门。 他点头说知道了,我拿了快递回到家门口开始敲门。 儿子在屋里大声问,谁啊,我不说话继续敲门。 儿子又问,告诉我,你是谁? 你不说,我不开门。 儿子的警惕性还挺高,我出声说是妈妈。 他这才给我开了门,父母可以对五周岁以上的孩子做一些事战演练,让他们在实战中更能记得住父母交给他们的安全知识。 这才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。 五,儿童教育心理学家阿德勒说,教育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指导的过程。 安全无小事,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,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,来逐步教会他们自我保护。 不能操之过急,也不能无所作为,只有经过不断,反复的告诫和训练,孩子才会最终掌握安全知识,平安快乐的成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